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的新聞嘉賓仍然是郭Sir 有想問的話歡迎大家擁若打電話和傳電郵給我們 郭Sir跟你說說新世界發展 編號17號的新世界跌近2.2% 做6.8元 已經跌穿7元這個水位 見到新世界發展的股權2963更加跌16% 做8.9元 其實見到他11月24日下星期四就會除正 除正之前見到股價不斷跌 其實原因在哪裏呢 首先股權最後的交易日是11月17號 大家要知道11月18號是除牌的 2.1,5.6.8 理論上來說 我當你8.8元 我買一隻RICE股權 我加多5.6.8元的公股價 我就有一股新世界發展 概念是這樣 但整個市場現在反覆的不要說 大家不要拿RICE亂炒 因為正股如果不升 RICE是不能升的 嚴格來說 新世界股價如果持續受額的話 因為有公股的參考價5.6.8元來計算 即是現股的成交價 新世界成交價 減5.6.8元 就等於RICE股權的價格 要計算是這樣計算 當然水份是有少少在 很多人看到1.5.8元跌到8.8元 跌到7.8元 買一些來搏反彈的話 其實這個概念是錯的 新世界股價如果是正價 如果是持續受額的話 它的認股權證價格 都會一直跌 剛才我已經計算過給大家看 技術上是怎樣看呢 市況不要說 新世界發展股價現在跌到6.8元 跌離1年來的低位6.6元 是只差3.5元 稍微有少少的受額 已經創了1年來的低位 即是持續向下穩低位的格局 是很明顯的 但是如果是新世界發展 本身來說 它的股價相對的資產值值來說 它的折躍率是很高的 我只能夠這樣說 如果早前來講是7.8元 買新世界那些 當然是收了RICE 除淨錢買的話 收了RICE 如果不供的話 RICE可以賣掉 甚至乎有一個方法 就是當時可以7個多人錢 先沽到新世界 例如有2萬股新世界 你就收到1萬股RICE 你將其中1萬股新世界 7個多人錢賣掉 然後拿5萬6800元 去供1萬股新世界回來 其實這樣 一賣和一供 你會賺1萬2萬元的差價回來 你一樣有2萬股新世界 至於高位 10幾元買新世界 我就認為你一定要供股 因為如果你不供的話 你真的會被貪薄 如果你說10供1 或者8供1 這樣貪薄的效應還是比較小 2供1就不同 2供1如果你不供的話 你這個權益是會被貪薄50% 所以我覺得 或者簡單說 10幾元樓上買的 真的要供股 除非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你說 是7個多人錢的水平買的話 如果自己本身 不是一個中線持有的心態的話 純粹是短炒的 那你不用說 你就看著勢頭做 輸就輸就贏 其實都是一元幾號 都不是很大的幅度 或者簡單說 就算現在的市場有大幅度的逆轉 我想它也不會跌得太多 不過當然不知 如果是以二供一來說 如果大家都不供 或者棄權不供的話 當然不知 鄭氏家族自己一定是 會是最大的供款人 到最後可能 他自己的股權又會多了 但是我自己覺得 以現在新世界的股價相對資產值 折揚得這麼高來說 其實中線來說是可以供的 我不知道自己的看法是否正確 我總是覺得 供完之後 你不要說一個星期 或者一個月 如果現在中期來說 半年好不好 多數都會有錢賺的 因為最重要就是 都要看歐債那邊的情況 法國的債務是1.7萬億歐羅 意大利的債務1.9萬億歐羅 大到根本上是不可能爆煲的 可以這樣說法 既然是這樣的話 市場的憂慮只不過事件不清晰 一旦這些風風雨雨過去的話 始終來講 市是會反映基本因素 所謂基本因素就是 資金流動性仍然強 利息仍然低 這個我講了很多次 至於新世界 如果現在這個價錢 如果有個心態 我作一個中線的部署的話 其實是可以分階段慢慢買的 不過短期來說 股價可能仍然反覆大雨 這一點你們就要包容了 好 見到前面打壓新世界發展的總經理 陳觀展接受訪問時也表示 集團在吸納土地儲備方面 今後將會更有系統作出規劃 並且訂立了五年的計劃 去到2015至2016年 將會有600萬平方呎的流面相繼落成 去到有關的項目 將會有明年期陸續而流花的形式出售 明年也會搭入流花的銷售高峰期 跟進完這個新世界 我想和郭Sir說一下700的騰訊 昨天他建議發行優先票據 所得的集資證額是用在一般企業用途 包括營運資金 取代現時部分短期借貸和潛在策略性收購 看到標譜和目的方面 都給了騰訊穩定的評級 但看到股價沒有什麼起息 跌了2% 現在正在做$150.6 問問郭Sir 發票據和股價有什麼直接影響 其實發票據多數是籌集資金 加了300點指 其實利息都不是太高 方便使集團在未來的發展 剛才Anita提到 我只是想說一說 騰訊現在來說 以往值來說還有31倍的市盈率 沒錯 一隻企業或公司 業務如果處於高增長之中 市場比股值比較高 因為每年有50%增長 現在30倍 不要緊的 明年一計算增長 你就會大幅度下降到15倍 然後股價又會升到30倍 或者升到一倍上去 然後業績又大幅度增長 即是支持股價 是持續一段比較長的時期 是會優於大市 或者升得比較明顯的 但是來到現在這一刻來說 基數比較高 基數比較大 你要在這麼高的基數上 你再要求大幅度增長 其實有一定的難度 好像澳門博彩股一樣 看回騰訊第三季賺了25億 其實相對來說 24億4,600萬至真 相對來說 都是略差於市場的估計 即是增長率 其實不是大得那麼緊要 有少少的聲勢是放慢了 股價的表現 其實由一個月的高位 199元到現在的水平 已經是十幾% 我覺得要看估值 如果它的增長點 我純粹說增長點 看看第四季我們就知道了 如果增長點是輕輕放慢的話 會不會市場將市盈率的估值略為修定 大家要留意 如果它的增長是輕輕放慢的話 可能分享不到三十二倍 三十一倍的市盈率 可能應該估值是25到28倍 這幾倍的市盈率 對股價來說 以一個這麼高價 一百五十幾一百六十元 可能已經代表十幾元的上落 這點大家要留意 我總是覺得它的估值 其實來說 仍然還有少少偏高 剩下來就看衍生工具 其實股價的升同跌 除了看估值之外 還有衍生工具 一眾的牛證、紅證 買和賣相關的活動 都會令到股價 在某一個幅度之內 是發上發落的 如果要捕捉波幅的話 大家就可以留意 但當然知道 一百五十五個半的防守性支持 是不容有失 好 密切留意著這個價位 那時候我們都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 我們發達趕上的環節 看看恆指現在跌近97點 而國企指數跌近36點 成家壓暫時有103億 稍後再見